升级论症 大家好 其实来到今个礼拜 大家都看到上个礼拜 美国的CPI都比较夸张 大家看到在利率期货上 其实大家下个月加0.75 这件事已经基本上是100% 大家是在估计加0.75 还是加1厘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加0.75 因为联储局都是循序占准 如果你说香港股市方面 其实我觉得最焦点 反而不是美国方面 反而是20大 因为始终10月16日开始的20大 对于我们香港整个股市之后的走向 其实是一个都挺重要的方位 我觉得恒生指数 其实是16,200点到16,400点 其实这些位置的支持力是很强的 其实港股我觉得有机会挑战18,000点 就算无论中线或者是做一个反弹 其实我觉得港股现在目前的走势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低估 那我想用回今个月的低位 差不多16,200那些位置 做一个支持位置 那我觉得上网是买回到18,000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利用时间去慢慢捕捉升幅 我想足底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